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1号 文库华房地产第225期 今天的话题是买家博弈 先说个题外话 华尔街这几天炸了锅了 散户吊打空头大佬的消息铺天盖地 对这件事情我只能喝喝老 因为类似的事件历史上实际上并不新鲜 最终都是资本大佬胁迫管理层修改游戏规则 散户只能留下一地鸡毛 那么股票这东西娱乐一下就可以了 历史证明在疯狂印钞的时代 房地产才是最好的投资标的 对于大湾地区的房地产早已是卖方市场 这也是代公认的 政府一贯的标榜强调的是 所谓的可负担性住宅 但是在各路买家的博弈中 这个逐步背离了所谓的可负担性 更进一步的说明 所谓的可负担性本身就是政客 骗取百姓选票的一个伪名题 现在的房价离可负担性越来越远 那么问题来了 经济低迷 疫情被灭 当前上涨的房价是否是合理的呢 我谈谈个人的看法三点 第一点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卖家少 而买家排队经常 市场房源供应不足 导致出来一套房 往往吸引了十几个 几十个offer参与竞雕 结果呢就是卖家偷着乐 成交价格呢 往往都超过卖家的本来预期 其实就是买家在相互博弈 那么多数买家呢很无奈 然而呢 这时候并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 预期卖方市场呢 会持续两到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 回想上一个周期的时候 也就是说2012年 2013年的时候 其实这两年是培育市场的时期 2014年 2015年的时候 是稳步快涨的时期 16年17年才是涨幅达到顶峰的时期 那么上一轮足足涨了五年的时间 由此可以推断呢 尽管呢 此次由于疫情带来的 诸多不确定因素 但是呢 市场稳步上扬的主基调 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市场流动性太多 引钱越来越多 钱不值钱了 一切物件都可能上涨 那么房地产如果不涨 反而是不正常的 我的第二点看法呢就是 强奥尔夫的现象在大温每过几年都会出现 并不一定说明呢市场就过热 更多的是超低的报复性反弹 比如说这一次会不会反弹着反弹着就弹过了头呢 现在不会 今年不会 明年不知道 那么历史呢值得回顾 大温的房地产市场呢上涨是主基调 这个应该没有人反对 回调是短暂的 只有小量的有前人性的人士呢 会在2019年的市场低迷的时候进场 而大部分人士会在房地产明显上涨取市成立之后再进场 也就是所谓的一半二看三通过的策略 但是呢这时候有时候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也有不少的后知后觉者呢 在房地产紧锣密鼓的涨 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进场 多项指标显示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只有低端房地产遭到追捧 而高端房地产并没有明显的升温 房地产并没有整体进入到暴涨的时期 因此担心或者是期盼回调 可能有点欺人游天了 再次强调这是我各个人的判断 这人士呢下了几个甚至十几个offer 每次都差几万块拿不上房子 这些人士的谨慎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呢拿不上房 不要怪市场 而是怪主观的想法和市场背离 这是一种惯性思维在作怪 因此呢这段时间 房价已经上涨了15% 那么有些人从去年都看房 到今年还没有拿上的 已经远远被市场甩开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呢就是 卖方市场去减漏 应该等于倍到二持 只能不停地被市场打脸 而减漏呢往往发生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 而事实证明呢2019年的买方市场情况下呢 恰恰有很多人不去捡不敢去捡漏 结果呢错过一次又一次赚钱的机会 我的第三点看法呢就是 前几期呢我们都多次提及啊 房地产目前的上涨呢 恰恰是政府希望的结果 房地产行业呢影响到了 接近三十几个相关行业的兴衰 通过挑低利率刺激房地产 从而达到了提振经济的目的 认清形势才能正确投资 避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意味着跟市场对着干 多数情况下呢是不可取的 一旦一段行情上涨 从酝酿发展到爆发 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 如果判断到年底就能涨百分之十 那么年初你一高于市场 百分之五的价格拿下 是完全理性的操作 这就是典型的右侧交易方式 利率呢从2019年的2.5左右 降到现在的不到百分之一 房地产如果不涨才不是正常的 在卖方市场的大环境下 不强也不是明智之举 你如果想买房 有能力买房 那么你又不去竞争 眼瞅着房价上一个台阶 又上一个台阶 少赚了许多钱不说 你还指望着房价再退回来 显然不太可能 因为市场的流动性过于多 这些过多的流动性 进入到房地产领域是首选 但是呢这里要注意 不要盲目的去抢 不要把未来两年的涨幅都透支了 不顾一切的去抢房子 也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 如果是那样做 那就不是投资了 那就纯粹是赌博了 但是呢如果把未来三个月 未来半年的涨幅提前透支 而预期房价会涨两三年 这也是一个好的deal 那么人们呢最关心的呢 是大员买房在哪个城市买 或者是说呢买投资房的话呢 城市无所谓 只要它升之快就可以 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知道一些数据 或者一些指标 大湾地区呢分成了19个地块 今天看呢是两项指标 第一个呢就是上市多少天能卖掉一套房 另外一个指标呢 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售卦比 售卦比也是反映一个市场活跃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多少天卖掉一套房 因为19个城市我们只减前五个 简单的说一下啊 第一名蓝里 16天就卖到一套房 今年的蓝里包括去年下半年 蓝里都一直是冲在前面的一个城市 2019年的时候差不多大概的一个半月卖 他们才走掉一套房 所以现在市场已经是处于比较热烈的程度 封处岭是18天卖掉一套房 下一个呢是温哥华 温哥华是21天卖掉一套房 再下一个是高桂林港 24天卖掉一套房 排到第五位的就是苏里 苏里是24天卖掉一套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一个指标 售挂比 售挂比高于20% 我们往往成为进入到了卖方市场 第一20%是进入的开始进入到买方市场 20%是个风水岭 那么现在看来大部分城市都会高于20%的 最高的第一名宝云岛售挂比呢是75% 什么意思呢75% 表示市场进入到了火热的程度 在一个月之内每出来100套房就有75套被买走 市场非常的火热 要当心了 那么其他城市比较温和 像穆滴港排到第二位 他的售挂比是41.3% 那么第三位是风书岭 他的售挂比是30.6% 第四位的是苏瑞苏里 这售挂比28.5也不错了 第五位呢就是查瓦森 售挂比28% 这是前五位的城市 好今天呢关于这个这两项指标呢 就讲到继续娱乐一分钟 我的土石之投资组合里的其中一个 PSTH 这是一只呢SPAC 20元发行的 目前的价格26.7吧 这是一家空客公司 发行了之后呢 账面上已经收集了50亿美元的资金 在那趴着 正在找合并单位 坊间川沿呢 他正在和SpaceX谈合作 真假无从验证 我的建仓成本呢是25块左右 计划持有呢18个月 当然在18个月之内 只要他翻一翻 我就可以走人了 这种空客公司呢 有什么好处就是 他20元发行的20元托底 个人友情分享 纯属娱乐 应亏自负 祝大家牛年好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